158甲縣南街雲林谷坑北街南投竹山 先服務人打造兩線生活圈道路 也有意拓寬部分區段 所以在日前召開了說明會 告知民眾計畫內容並聽取建議 今天我們是來召開158甲縣的拓寬的 可行性民估的第一次說明會 那這個計畫是銜接現在雲林縣谷坑 拓寬的終點 那接到我們現境的158甲縣 那大概4公里左右 而預估的費用大概是5億多啦 那因為這個路段目前是比較狹小 那一些彎道不好 所以那個甲類大客車就是遊覽車 沒辦法通行 那目前整個附近的交通動線就是差這一段 如果拓寬完成之後 那個甲類大客車就可以 從竹山到谷坑這段就可以通行很順暢 那今天主要的目的是來聽各位想請對 這個路線的一些一些規劃的有一些想法 還是意見 那作為我們後續規劃的參考 仙遠成嶺認為158甲縣拓寬工程難度極大 希望縣府要重視安全及民眾權利等問題 做出完善的規劃 那也期待說在彎道的部分呢 盡量能夠結彎 能夠結彎取直 那在插路的部分呢 我們也能夠盡量能夠做好安全的一些考量 那也希望盡量不要去改變到太多的現況 尤其是說拆遷啊 或者是說這徵收到很多部分 我們能夠避免呢 能夠避免 能夠讓這一個工程呢 能夠非常的完美 那我們也希望中央盡力的來協助 那也希望我們的縣府能夠繼續努力 能夠把我們這一個生活圈能夠串連起來 讓我們居民能夠南投線跟雲林線 能夠非常的密切 那也能夠呢 讓這條線也能夠未來成為一個觀光的一個路線 縣議員蔡孟兒爭取158甲線透寬工程許久 感謝許縣長率領縣服團隊的用心 期待此案能夠緊述完成 一直以來孟兒在幾年前 在議會有送過提案 就是我們雲林線的道路將近 幾乎都是8米寬 至少都有8米寬 那從雲林線進入到我們南投線的道路 就變成5到6米 6到7米這樣一來 我覺得安全性是很有疑慮 那再來呢 也會讓鄉親的感受不好 所以孟兒積極地來 懇託我們縣府 能夠幫忙協助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許縣長呢 在商人之後就積極地送計畫 來做一個可行性評估 希望說這條道路呢 能夠在我們許縣長的爭取之下 它的速度能夠加劇 讓我們鄉親就是那種生活的幸福 只是會更加的提升 議長和尚封任維持路線 若能夠整體拓寬改善完成 除了方便地方民眾通行 更能大大提升該地區的整體發展 所以希望縣府聽取地方建議後 能夠規劃出完善的計畫內容 積極向中央爭取促成此案 記者旅開祖山採訪報導